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每日灵修的经文范围 是出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15到22节 我来攻读神的话语 有希伯来的两个寿生婆 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 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女寿生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 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 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 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 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 因为希伯来妇女与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 收生婆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上帝后代收生婆 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 上帝便叫他们成立家世 法老吩咐他的证明说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一切的女孩 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我们先分享 就是有关于变化的问题 我们都了解 从《创世纪》的最后面几章 会看见 约瑟被上帝高举 在埃及地也被尊崇 当时的法老非常敬重 也很赏识 也让他允许雅各的家族 能够搬入到埃及这个地方 根据圣经的记载 当时里色列人包括眷属 只不过是七十个人 这七十个人也包括了约瑟 他自己的家人 那埃及也非常的厚待他们 让他们居住在最肥沃的埃及之地 就是戈山地 这戈山地就在尼罗河的旁边 那么也因此 上帝就让以色列人 在那个地方得到喘息 人口慢慢地增加 你想 经过了四百多年 以色列的百姓 渐渐增加到 有六十万人以上之多 这只不过是记载男人 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 人口增加了 对于住在本地的埃及人 他们的想法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埃及人慢慢不认识了 耶和华上帝 也就因此 他们的认同就出现了问题 这不只是埃及人认不认同 接不接纳以色列百姓 也包括了以色列百姓 他们认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的问题 他们是否还是敬拜上帝呢 我相信他们用寄居的心态 非常的强烈地生活在那个地方 第二个我们要分享 就是一个危机的出现 初阿基的第一章 立刻就好像演电影一样 这是整个灭种的计划 铺天盖地的 就要席卷整个埃及地 你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是一个 以色列的妇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她不知道生下的孩子是男生命 如果是男的就要被牺牲掉 恐惧的心席卷在他们心里面 每一种的计划 是非常的彻底来执行 第三个呢 是环境的问题 面临了一个压迫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当中 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面对 这两位受生婆是上帝预备的 我们可以讲是预备的天使 他们两个人心中有一个想法 要敬畏上帝 他们敬畏上帝 比顺从当时的统治者 还来得更重要 今天许多的教会面临政府的压迫 我们看见中国的政府 共产党对于教会 对于基督徒的压迫 突然之间越来越加的明显 中国的宗教面临 新的一代的一个压迫 有许多的三字教会 他们宁可也离开 他们宁可放弃教会 他们深入到地下了 也就是说财产他也不要了 你要我们说把里面的财产 里面的这个讲道者 或者讲道篇或者神学的教育 都必须依照统战的部门的方式来走 他们没有办法 遵从上帝或者是顺服执政者 就在这个关键当中就出现了 我们当然不是要去反抗政府 或者成立新的独立的国家 来推翻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政府 可是至少你不能够允许 我敬拜上帝的心给摧毁掉 第四个呢 是有关于历史的问题 忘掉历史的人很容易重蹈覆射 因为历史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埃及地 就是上帝要他们不可以忘记历史 可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重塑过去的历史 因此我们必须离开 放弃肥沃的地方 放弃这个生产之道 放弃你原来的计划 如果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对上帝得着 表面上看起来 历史一开始就看到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环境的变化 人生在世有的时候会如此 可是神的手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恢复到上帝的面前 第一章就出现了一句话说 有不认识耶色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 你看这以色列人比我们多又比我们强盛起来吧 我们不如用巧技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 日后若遇什么事情征战的时候 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 这是一个理由 其实表面上我们很可能会想到说 以色列人有可能已经造成他们社会上极大的一个压迫 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者各方面 就如同今天犹太人在许多的国家 他们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的出色 很容易让人家眼红 要将以色列他们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切断掉 不然的话他们会离开上帝 彻底的离开上帝 掉入到魔鬼的陷阱当中 愿上帝祝福你 在我们阅读分享出外奇迹当中 每一章都有他美丽的一个教导 属灵的一个智慧在其中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